今天一开工就有司法动作 那就是台南地检署大动作派人到议会 要查扣选票 要彻查议长选举中有没有会选 让台南市议长李全教也澄清 说自己会配合调查 检方也同意在开封以后 每一张都编号 摄影纯正 在这样子解除我们的娱力之下 那我个人 基于机关对机关 调业公文 我们也正式批文 同意他们调走相关的公文书 南简上午8点就抵达议会 跟国民两党跟警方一起查扣选票 再由专人将选票送到台北市刑事局进行查验 而这次台南市政府议长选举 民进党议员跑了5票 才会发生民进党在议会是多数 却让国民党的李全教当选议长 还传出一票 2000万的说法就看检调如何厘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